供造神菩萨应该在什么时候供 如在他人家中做客用餐 应如何供造神 这个造神实在上是供在厨房里面 不是供在饭厅 饭厅里面没听说供造神的 那么吃饭的时候 我们在吃饭前有个祈祷 祈祷可以供养归神 在祈祷完了之后 自己心里发个愿 此时便释放 一切归神够 随着星亮 把你这些饮食 变作无量无便 供养虚空乏界所有的鬼神 你有这个念头就很好 这个不要居行事 因为现在居行事 人家说你是迷信 我们在这个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一切众生 所以一切众生下面 在家里不要念出来 此时便释放 一切归神空 句子很简单 七遍 这就很如法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